尊敬的法师 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抱歉 停了一段时间 刚好 马来西亚福隆弥陀村 我们办了大专营 还有一条龙 预读班 这个大专营 是我们 马来西亚 方会长 他现在退下来了 我们称他方长老 这个团体 要重视伦理 他特别担心 一个弘法的团队 假如都只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不行了 所以办这个大专营 多接触 引导一些年轻学子 当然我们也是抛专营欲 这个大专营应该 每个地方都要来办 年轻人 少年强 这国强 所以下一辈要好好顾面 这个预读班 小朋友是七岁到十四岁 这么小的孩子 我也好一段时间 没有跟他们上课了 一开始 频道还是有一点接不上 所以这个讲学还是要多锻炼 要练到老少嫌疑 这个频道随时都可以应激 不会频道接不上 刚好我们这个课程 上一次就是提到 为师者的心境 所以这几个班 办下来 有一些感触 这个感触 我们随时经文 再来跟大家交流 不然我这个感触一分享 可能又没讲经文了 我得对峙我的习气 有时候一讲 说不回来了 那佛法讲不能着相 不能着文字相 比方我们看到 为师的心境 那不能着在这个师字上面 比方当父母的一看 哇这个是为师的 跟我没关系 那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甚至于是一辈子的老师 甚至于一个孩子人格的健康 终身养 终身养慕父母 这个人健康 父子有亲的天性 终身保持 所以当父母的 也要给孩子做榜样 讲到这里就感触了 最近这样半斑下来 发现学了五六年 七八年传统文化的孩子 出现忧郁症 这个对我来讲 我觉得不是一件小事情 传统文化是顺着 人的本性真心的学问 那怎么会学得有忧郁症 前不久我们常常探讨到的 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心脏病 二十世纪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 没想到我之前 办了那么多期扎根班 我还没有遇过这个情况 突然不是一个而已 我们身体 吃了不好的东西会伤身 病虫口露 心里 他有负面的磁场进来了 甚至于是 给他心理上 很大的冲击 进来了 都会让他心里产生 这个负面的能量 这些负面的能量 积积积到某个程度 那就变成忧郁症了 跟身体 同样的道理 身体吃不好的东西 到一个程度 那个病症就出来了 心里 也是一样 那我们面对这些情况 假如没有把原因找到 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那我接触这些孩子 青少年 就有主动 找我谈心 虽然父母都学传统文化 但是有时候骂他的言语 几乎都是侮辱他的人格 骂的时候都口不择言 情绪一来 什么 很狠毒的话都出来了 最爱他的人 讲这样的话 那孩子内心里面 缓不过这个境来了 包含 父母学传统文化 不合 跟传统文化讲的不相应 这个对学传统文化的孩子的冲击 都很大 其实老和尚讲过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 所以人起怀疑了 他烦恼就跟着来了 所以一个人起情绪 负面的情绪 都跟怀疑有关系 所以我们得把这些因 找到了 才能改善 好 那刚刚提到了 为师的心境 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 也要做之师 不只是做之轻 要做之师 还要做之君 君心师的精神 都要到位了 才能把这三个角色 扮演得圆满 所以当领导的 也要有为师的心境 当父母的 也要有为师的心境 甚至一样 我们想要给任何人 好的影响 你想去利益一个人 我们说正己化人 要敢化一个人 都要做之君 做之轻 做之师 才能感化人 所以这个君心师 是 鲁家的三宝 这三个精神 不可虚于利益 我们才能真正 提升自己 又帮助到他人 我们时时想着 要做到君心师 那不会放纵习气 那在每一个姻缘当中 这样心境的人 他就在提升 做之君 我得以身作者 做之轻 我得真正的念念 为他们好 为他们想 做之师 我得寻寻善诱 我得抓住机会教育点 那他不会有望面邪念 那我们君心师 做到了 接触我们的人 就受我们感动了 人之初性本善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能把这三个精神都 把它做出来了 那接触我们的人 不可能不敢动了 所以我们讲这一段 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这些心境 才能为人演说了 不然为人演说 也只是变成一个名词而已 首先第一个 立志 那诸位忍者 我们立志了吗 我们每天在往这个志向迈进了吗 我们也常常看 现在孩子浪费时间 都没有志向 我们看别人容易的 看自己的 我们真的希望孩子 自向坚定 首先我们也得把 自向坚定 展现出来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亲戚朋友 改善哪一个问题 我们得先问问自己 我希望他改善到这一点 我做的怎么样了 比方说我们希望他柔软一点 那我们自己 现在还发不发脾气 比方说我们劝人家 你要多念佛啊 那我们自己佛念得如何呢 有没有越念越多呢 第二个要有使命责任感 那我们自己 肯不肯扛责任呢 容不容易退缩呢 我们学传统文化 甚至于是 弘扬 弘护传统文化 可要千万记住 人能宏道啊 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教诲 做出来才能宏道啊 不是说我今天在传统文化的团体里 我就在宏道啊 都不能做像我 中食指啊 不中熊市啊 有个二十来岁年轻人 问了个问题 我在传统文化的单位里面 可是啊 主管 他们都没有造太上感应片做 谁造了太上感应片呢 最七成的几个员工啊 有造 哇 那这个不止不能弘扬传统文化 这造业很重啊 他让团体里的人都快没信心了 所以人人宏道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忽略掉啊 我也跟我们汉学院的同仁交流 所以我们办课程 筛选学生 进到汉学院来 我们工作人员 假如不能给他们表伐 你说他们会服吗 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单位 跟其他单位工作 不能是同样的标准的 我们得能给学生做榜样才行啊 这个没有强迫 每一个同仁一定要进到我们的团体来 可是你进到团体 就要符合这个标准才行啊 所以洪护的人员 不能到最后 把它当做事业一样了 就是个工作 领薪水而已了 我们自己当父母了 我在传统文化单位里 我当父母有没有表法表出来的 我是当女婿的 我是当媳妇的 有没有表这个法出来的 那 成德也会期许自己团体的同仁啊 我们一定要把孝道表出来 把武伦表出来 最近成德接触了不少同仁 甚至于是好几年没有见到的 传统文化的同事 因为我自己团队的 因为我自己团队的变动也大 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们了 因为我这几年都在英国多啊 有一些同仁啊 整个身心啊 状态不好了 有的家庭当中啊 问题慢慢出现了 成德的感觉 了凡事训讲的 明义福也啊 这句话我们要深重啊 每个人都叫我们老师 或者每个人都说 哇你们在传统文化做 哇这个工作很好啊 我们赢得人家的尊重啊 可是我们都没有去落实 在五轮关系当中 面对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都是逃避 我们还在说 我们都是在弘扬传统文化 明不腐蚀 明义福也 那明不腐蚀 这个明就一直在消耗我们的福报 等福报消耗到一定程度啊 连精神都有受影响 人就没福报了 不灵光了 你看老和尚说 福自心灵啊 一个人福报一直积累 心量越来越大 越有福了 本来不是很聪明啊 慢慢变聪明啊 但是假如这个福报 折损得太厉害了 真的对身心啊 都有影响 所以 古人这些教诲啊 确实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好 那 当然 现在 做弘法的事业 确实是不容易 但我们呢 都要自我期许 比方说团体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孝道表出来 老阿尚常常说 传统文化用一个字代表孝 所以哪一个同事 家里老人生病了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支持他 我们把他的工作扛下来 我们要把这个法表出来 况且我们都上了年纪了 我们的父母年龄都大了 大家彼此 共体时间 什么时候 刚好 我们家老人 有需要照顾的时候 那个团体的力量 就支持我们 要不要这个法案 包含我们谈到教育 我们都谈到禁教 环境啊 对人的影响 随时随地 潜移默化 一家之际在于和 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家和万事性 我们刚刚说的 你人接触负面的能量 他慢慢这个内心就消极沮丧了 他每天都接触到和和的能量 他就越来越健康了 所以我们在传统文化单位 夫妇和乐 一定要表出来 而且 我们 看事情呢 不能看到表象上 要看到根本上 我们所处的年代啊 比方以成德自己来讲 我在高雄市长大的 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啊 容易看似看眼前 很难看深 很难看远 现在这个习气还重啊 还要常常提醒自己 看深看远 那看眼前呢 那就眼前的利益了 你看我们现在 我也遇到很多 朋友 在探讨事情 像前不久 在一个道场里 就听到 有一个老人呢 每天都到静中学会 去念佛 结果呢 因为这个 女儿啊 都要常常 陪着她 不能出去赚钱 结果后来这个女儿啊 就决定了 把她送养老院去了 结果送去之后啊 哇 这个老母亲啊 本来是每天念佛都不中断了 送去之后 没有那个环境了 开始有点老人 痴呆了 和她女儿在抉择的时候啊 老母亲的道业 排后面 我能省一些钱 排前面 殊不知啊 人的福报啊 福田是新根来了 你算的是 我每个月 我能省多少钱呢 但是 其实福折掉了 假如我们现在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尽力尽得笑到了 那这个福报是长远的 要看远 要看根本 是若无佛 善是父母啊 是父母 即是是佛啊 不然呢 我们面对着 要尽效的责任 我们都没有尽力 甚至是逃避了 还希望自己有福报 把家照顾好 把下一代照顾好 这可不容易啊 所以学了传统文化 要按照传统文化的教导 去考虑 是啊 不能按照 不能按照只看眼前 或者按照自己本来的这些习惯了 那就很可惜了 明明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 改到后世的命运的机缘出现了 我们当面错过了 这是家庭里面的团体当中 我们在传统文化单位 明明可以积功累得的机缘 但是假如我们还是随顺我们的习惯 没有依照经典 那本来可以积功累得 变成造作罪业了 好 所以这个一念吃叉 天壤之别 我们得慎重慎重 好 我们看第三是沉静 谦虚 好 这个师长老人家 给我们很好的表率了 对人真诚恭敬 就很迁退 那我们跟着师长学习 我们得要越学越像 那乘得这段时间 他有观察到当父母当老师的 一开口给孩子讲话 讲道理就停不下来了 孩子接了几句话 你先听我讲 不让孩子说话了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跟孩子讲话 你要知其心 除非你有他心动 他都不讲话 你就知道他心里想啥 我观察 我观察 那妈妈 老师一开口都停不下来 那孩子的表情根本 你讲的话 他都装不下去了 我们的话还是停不住 我们看 我们这些当地时的 跟老人家谈话 我们只要讲话了 老人家都听得非常专注 那当下都很感动我们的心 都是很尊重我们弟子的 当我们很认真去 请听孩子说话 他会感觉到我们 对他的尊重 所以我们跟老和尚学 以他的尊重为标准 我还遇到 有个老师 让学生去给别人道歉 说你要给别人道歉的时候 还要下跪 那学生就不能接受了 他说老和尚都能给人家下跪 你为什么不能给人家下跪 这个做法太强势了 再来老和尚那个姻缘 跟同学之间发生的事 能一样吗 能这么套吗 再来老和尚是老和尚的功夫 这个还是这个孩子的状态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功人之恶物太严 你提醒别人的缺点问题 不能太严苛 要失去看受 那他受得了 不然你是为他好 那话一批评下去了 他信心都 都丧失掉了 那咋办呢 所以 我们要把强势放下 我最近 刚好这个大专营 给这些同学们派了一个作业 所以大家回去之后 一定要学到 亲戚朋友 跟自己说 你变了 我给他们派了这个作业 诸位忍者 我们学传统话 学到现在 有没有亲戚朋友 跟我们说 你变了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听过 亲戚朋友 在私底下 跟别人说 你这某某人 很强势 很凶 结果被你听到了 你会怎么反应 你看人家怕到 都不敢对你讲 底下偷偷讲 你假如会反观 你就很财贵 不能马上 他私底下说我 岂有此理 人家不敢当面对我们讲 也是我们要反省的地方 不然这亲戚朋友 缘都算静的 人家何苦 还要绕这么远 能直接讲 那不就直接讲了吗 所以这个 老法师说 他最佩服老祖宗的 就是八个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好 我们看 这个下一点 师徒如父子 那这个就是成就学生的心 我们有成就学生的心 成就孩子的心 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对的方法 孟子说的 图善不足以为政 一个国君 有善心 他不一定能把政治办好 图法不能以制行 你只有一个好的宪法 好的制度 你没有人去把它好好的执行 也不行 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不能说 发心就好了 这一句话 跟经典不是太相 你发心了 你还要用对方法 甚至还要有配套措施 要考虑周到的 起一个缘 都要慎于死的 不能是一时冲动的 我自己冲动 也坏了很多事 现在年龄 也过了中秋了 不能再这么冲动 这个习记得要 调腐调腐了 我们曾经讲过 知智通见的一句话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确实爱他 父母爱子女 可是不以道 就不跟教育的原理原则相应的话 那是所以害之也 比方说教孩子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木 这个不能颠倒的 来看像教育的理念 小时候要习福 要陪福 中年要造福 老年再想一点福 那你从小就爱护他 就让他生活的太过优渥了 那是所以害之也 你看现在动不动 孩子生日开party了 找那么多小孩来 还租个餐厅 还花那么多钱 他有那么大福报 这清朝有一个大官 生了个宝贝儿子 结果有人送他 蟒蛇做的衣服 上面还镶着珍珠 结果有人送了 别人看到了 接着送了几十件 这个为贵而想 祭贵之福 终不至于贵了 一个人还没富贵 就想这么高的福报 他就不会富贵了 没有老就想祭老之福了 终不至老了 活不到那个岁数来 结果后来这个高官 没几年 发生事情了 被判罪了 他儿子也入狱了 最后就死在狱中了 那福报化得太凶了 所以当时候 比方说成德 从事教育了 我们学师范学院了 可是我们没有学过 理济学济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教才是 很正确的方式 理济学习讲 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拉他 那我们 回想回想 跟自己孩子 学生互动的情境 我们是寻寻善诱 还是在拉 自己可以感觉 感觉 那个气都快上来了 我看是在拉 那个不柔软 那个会像孟子说的 亚苗助长 这些成语 讲的不是别人 我们一不小心 可能就犯这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内心不条柔 亚苗苗助长是不可能的 自天子以自一素人 意思建议修身为本 当老师 也包含在这句里面 当父母也在这一句 修身为本 首先要调柔 柔和直指设身德 我们才能够设受 孩子学生 抢而服役 抢是鼓励 不否定 我们有时候气一来 那个话就是否定的话 忍不住了 我们当老师 这些原则没有照做 你说我把我的学生 当自己孩子一样 你还是 没有办法利益他 你爱之不语道 所以害之也 开而服达 启发 开是 启发 不是灌输的方式 一讲 都停不下来 那都是给孩子 硬灌 我这 二十年的路 我见过很多 很会讲理的 老师跟 父母 他们的孩子 都听得一嫩一嫩的 最后悟性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看得都很心痛 为什么 能给父母老师 讲到 傻傻一嫩一嫩的 你说他有多乖啊 假如是我 我早跑掉 我不看 他们就是 很乖 就觉得 爸爸对 老师对 可是那个方法不对啊 硬压压压 他就消化不了 最后就觉得 我是不是很差 那个理都堵住了 这个经脉堵住了 身体会出问题啊 这个思想堵住了 心理也会出问题啊 所以这三句很重要啊 抖额扶迁 抢额扶语 开额扶达 这个讲到这里了 我们得讲一句论语了 好 我们看278页 子曰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举一语 不以三语返 则不复也 这个集节讲 孔子与人言 必带其 人 心 愤愤 口 肥肥 乃后 启发 未之说也 他是到那个时机点啊 那个灵门一角啊 如此则 事师之身也 他能观察到那个学生 他的整个思想的状态 所以说则 语一语 以语之 其人 不思其累 则 不复 从 交之 等于是说 他不能 举一 反三 那可能 他要领悟这个 时机还没到 他很有耐心啊 再等等 老阿尚常说 这个教学的老师 有一点呢 很可贵的 很慈悲的 不把学生的物门给堵住了 这个此为圣人呢 教学方法 奋是学者 悶心求之而为物 他很用功啊 就在那个 快物还为物的时候 这个时候 孔子乃为启示之 肥呢 是学者研究有德 而未能 说明 就在心里 有所领悟啊 但他表达不出来 孔子 是乃为发明之 使其 霍然贯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比方说跟 朋友在探讨 然后你讲了一段话 然后对方说 对对对 你讲的就是 我想讲的 你们有没有遇过 这个情况 这个就有一点 不匪不发 他有这个领悟 他表达不出来 你刚好跟他探讨的时候 你一讲出来 哎呀 你讲的就是我 好 所以若学者不愤不匪 孔子则不畏 启发 以其无助于 学者也 你没到那个时候 你讲一堆 他也没悟透 那可能他的悟门 没有得到很好的启发 所以举一语 以四三凡者 乃教学者 彼类而推之 其语也 这个黄书 有助了 语是角 如乌有四角 以四只一角 与三角 从类可知 他可以 以此类推了 他有领悟的话 他就能推出去了 若此人不能以类 反四三角 则不复 教士也 这个 时机点还没到 不能硬灌输了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观察 自己的教学状态 我们是习惯灌输 还是习惯启发 或者我再问 细一点的细节 我们在跟学生 或者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着他的眼睛 还是我的专注点 只在 我讲的话 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没有关注到他的眼神 其实我们能关注 对方的眼神 那我们讲话 不会太快 会考虑到他的听的状态跟吸收 也不会讲得太差 一看到他的表情 这样了 别讲了 或者他的表情 别讲了 或者他的表情 别讲了 一个人很专注 听你讲话的 不会打哈欠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讲课的人 讲着讲着 打哈欠起来 不可能 因为他全神贯注 那这个 举这个例子 那大家做参考 我们再看第四 用心领悟 这个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矣 我们翻到 六十四页 注解当中提的温 就是温习 黄侃书说了 故 为所学 以德之事 已经学过的 心 为 即时所学 心得者 例如 读书 已经读过的书 在家读诵 思维 古人 叫做温书 也就是温故 尚未读过的书 现在研读 以求了解书中 所载的事理 即是知心 温固知心 随时吸收 心知 而又研究 以德之学 如此好学 可以为人师 那这个注解 让我们联想另外一句 论语的经句 跟这个温固知心的意义 非常相近 八百页 子下约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可月为好学也一意 我们看注解讲的 学者每日 学其尚未闻之的学问 此即日知其所无 知之以后 时时温习 日积月累 不要忘记 此即月无望其所能 所以这个所能 是指已经文之的学问 指下以为 如此可以说是好学了 那是一样的意境 所以黄书说的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其实就是温固而知心 日知其所无 是知心 月无望其所能 是温固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 学圣教 时间比较晚 我们真的想 利益 更多的 亲戚朋友 有缘人 那真的是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过 要温固 还有知心 好像前一阵子 跟大家 有讲到 迅速遗归 因为这些古书 古人都会把他 一生 人生的 这种 见识 体悟 把他记录下来 有可能 我们看了之后 就提醒到自己 或者提醒到别人 像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分析 为什么父母 生了三个五个孩子 都是最疼 那个最小的 我们一看 这个分析太到位了 我们没有看到 有时候体会没有那么深 结果我就马上 刚好 团体里 就有生四个孩子的 妈妈了 他的孩子已经 产生冲突了 说妈妈偏心了 我刚已经让他看了 救急了 你看古人 早就记录下来了 开卷有益啊 那这个不只是 三五个孩子 其实是这样 我们当老师的 都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平等 不然人心都不平 你说还怎么教育 那个 那个老三 就抱怨了 你看妈妈 弟弟去上厕所 都给十五分钟 就给我十分钟 大家注意啊 这个对他人格都是一种障碍啊 他假如终生都仰慕 他的妈妈 你看他多健康啊 他现在才十来岁 他心里就卡住这些东西 你说哪怕他每天都读经书 你能把他教好吗 我接触了 我接触了好多传统文化的学子啊 十几岁啊 背的书 哇 那我背的比他少多了 可是他心里那些节都卡住了 你说你怎么培养他 那些还得靠父母去把他解开啊 家庭里面的那些节要把他解开来 那你不要说父母有可能会犯这个问题 当老师也会啊 这个对老的学生 弱一些印象了 爱理不理的 新来的学生特别热情了 那这么教学都会出问题了 好 还有跟大家提到的 那记载 年纪大了 慢慢那个脾气会像小孩子一样 哇 你一被提醒到了 你就懂得顺老人 可能家里面一些问题就能避免掉了 人情练达 接文章啊 挺重要的 李炳南老师说 学佛就是学人情 学势理啊 不懂人情 不懂势理啊 会伤天害理啊 这事办不好的 好 接下来又如诸子说 故呢 是旧所闻 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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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者是今所得 也呢 学 能实习就闻 实时去温习 已经学过的 而且在温习的过程呢 而没有所得 则所学在我啊 而其硬不穷啊 就是同样一个精具啊 领域领会的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啊 这个就强调要有悟性啊 我们要启发孩子的悟性啊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悟性啊 先觉才能觉后觉 而且这个 温固啊 而有心的领悟啊 一定离不开 这个实习之 他又把这个教诲啊 时时去练习 去落实 老婆常常讲 张家大师教导 解帮助行 多解一分 帮助你行一分 行了一分呢 就帮助你解一分 解行要相应 比方说 我们常常在探讨 菩萨式的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假如你们还没印象啊 那代表我还没讲二十一遍啊 好 好 那假如有印象 好 那有没有哪一位忍者啊 分享一下 你用这个菩萨式的 处理事情的心得 处理事情的心得 大家可以举手 我给您开麦 好 好 这个 可能大家 现在 展现的是我们维师的心经的第三点 沉静谦虚 哦 大家比较牵退 哦 那 我们刚刚说张家大师啊 强调的这个解行相应啊 真的我们要对我们所学过的东西 要领会的更深 一定是透过你去用它 你的领悟就会不一样了 越用 体会越深 越用越活泼 越用越得力了 假如说 我今天对于 菩萨式德 比方说随缘妙用 一谈随缘妙用 我的脑子里就是 老阿尚讲过 随缘怎么妙啊 没有在 没有在 念念阿弥陀佛 你是背出来了 还是你自己这么用了 那个讲出来连眼神都不一样 背出来的是这样 没有在念阿弥陀佛 你自己用呢 你自己用呢 没有在念阿弥陀佛 是吧 而且呢 你会体悟到呢 不是老阿尚讲的 可是你体会到了 为什么 经有无量意阿 老阿尚开个两个三个是启发你 你要举一语三语返阿 那你真正去用啊 你就会发现呢 你在境界当中 如何能有灵感 如何感受到 真的有福利加持 你感受到了 你那时候是什么心境 你就体会到了 妙在你念念为对方所想 你就妙得起来了 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妙在你不能落着对方的成见 你自己在境界当中练的时候 这些感悟就会出来了 可是我们不用 那还是辈出 谁也妙为无法得 为夷处持有成 那还是记忆式的学习 知识性的学习呢 那我们要注意哦 我们是知识性的学习啊 我们能教出 解形相应的学生吗 哦 我们不要误他太严重就不错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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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此说啊 是由 温固 哦 而发明心意 亦可采取 好 哦 学长举手了啊 有请 牛学长有请 啊 哦 成长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分享的是 就是呃 随缘 用 这个 就是 解决事情 就是用这个四个原则去解决事情 就是呃 呃 我自己就是学传统文化十多年 就是但是的话 我我用这个成功的例子特别少 原因就是我自己呃 很多时候会受外面的影响 我自己的心会被外面影响 然后就不清净了 然后呢就不能随缘妙用 但是有几次呢 我自己就突破了 外面的那种对我的影响 然后就用的比较成功的一次 就是我自己在带一个呃 二十人的班的时候 就二十左右一个初一的一个班级 呃 我是 临时到了呃 到了那个班级 然后呃 呃 而且是外省的 就是对他们不了解 然后当时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呢 我就去带那个班 呃 呃 呃 因为我不教文化课 我只是管理班级 所以呢 就不着急跟他们去应对 呃 呃 当时我自己判判断的就是 我 不适合跟他们开口讲话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 我不知道该给他们什么 呃 但是 我们领导呢 肯定让我进去之后 就想让我做出点什么成绩 但是那次呢 我自己就定住了 我就我就 因为当时我什么 因为我对他们都不了解过 没法做出什么样子出来 所以我进了那个班级之后 我就大概花了十几二十天的时间 我进去我一句话都不说 我心里就念佛 然后的话 我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看那些学生的状态 观察他们 观察了二十多天 我大概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也上过 我自己也经历过初衷的阶段 我对他们的心理 稍微了解了之后 嗯 然后才开始跟他们应对 呃 就是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呃 就是我没有就是说 领导催我了 然后我就赶紧做个什么样子出来 没有那样 然后我就是 真正的去 哪怕领导说我了 我就扛着 就这种的 你说我可能跟领导也说不清楚 但是呢 我就是孩子 然后 嗯 我觉得最最主要 呃 就是有一个打底的东西 就是我对他们很尊重 我就是 不管他学习好不好 不管他调皮不调皮 我觉得我特别懂他们 因为我上过去学 我 我上过初中 呃 我觉得我特别懂他们的心 就是调皮的孩子 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比较理解他们 学习好的 我也理解他们 嗯 所以我对他们就是 每一个人都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啊 还有就是特别希望他们人生能够幸福 我觉得我每次进去带班的时候 之所以跟那些孩子处得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一个心态帮了我 就是我每次带班的时候 跟那个学生应对 都特别好 然后 后来我就自己总结了一下 我说 这是个什么原因 然后我想了想 就是我其实 对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尊重 然后的话 呃 之后就是我 反正我就是不着急 我感受到他们需要什么了 然后我再给他们 有的时候 嗯 其实他们也能听懂很多道理 就是他们对你 呃 信任了 呃 就是因为中间我也会关怀他们 我不会就是责怪他们的那种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 可能那些小孩 老师们可能是忙于呃 教学 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他们 可能很多老师也没有学传统文化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些 然后我自己是正好遇到传统文化了 把我这种善给保留下来了 然后把那个善呢 又又又又加强了 所以我正好就用出来了吧 这些东西 然后 嗯 有一个小孩他的腿受伤了 然后我就我就给他温敷呀各种的 然后 那个小孩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孩 但是他后来呢 就就变得就是比较听话 然后我给他讲的一些 我说就是 呃我们要 要用要有礼貌 邓老师讲话呀或者怎么 他们就开始慢慢的 就不像以前什么都没学过 就像那种 无礼的那种 就开始就用一些礼貌的这种行为啊 举止啊言谈 跟我们开始应对 然后 还有一个小孩 他是 他不咋说话 但是呢 他也不服你 然后他就用眼神就是 那样子 然后 对于这个小孩 我是给他们看了一部电影 就那个一道的电影 就那个 剪 剪 剪了的那个电影 他看完那个电影之后 其实 嗯 我什么都没说 就是我感觉他 我感觉应该给他们看一部电影了 然后就给他看了一部 看完之后 那个小孩 从此以后见了我 他就 没有那种说是 不服的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这些小孩 他们是在 呃 就是一部分开始改变 然后再一部分 呃 剩下的一部分呢 他们心里 呃 又又在改变 就是足够 这些他们就是那个心在变的 不是以下子变过来的 反正就是 呃 后来我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给他们上内务课呀 什么的 哎 他们就 跟着上的还挺好 嗯 就是这个还用的比较成功 对 然后呢 我感觉 十多年 反正挺失败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自己 不相信自己的亲近心 然后别人 要是让我 就是好像容易听别人的 然后就 本来这个事情还不太成熟 或者是我弄不了 然后结果就 好像干 做的挺杂的很多事情 这个还是相对比较 做的成功一点 嗯 就这个 谢谢 好 啊 谢谢 嗯 这个牛学长的 分享哦 哦 我想 大家听了他的分享啊 再来感受一下这个菩萨仕德 哎 应该 哎 会 体会的更深哦 看 随缘 缘是缘分呢 状态啊 你都还不了解这些孩子 你就急于要讲很多道理给他听 没有应激了 这个叫攀缘了 不叫随缘了 哦 哦 哦 那跟他们常常能谈心都有这些灵感 那这叫用啊 妙用啊 妙在哪 尊重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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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妙 自己受用啊 一个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有教学相找的快乐 因为我们自己在用真心的过程当中 是一种享受 我们自己在境界当中受用了提升了 孩子也受用了感动了 随着我们去例行的时候 对这个随缘妙用甚至无方得 无方就是没有固定的方法 看着办 因才失教 你看这个孩子就要放一个影片了 刚好触动他的人生的这些可能卡住的地方 当然这个都可以求佛菩萨加持 刚好你就有灵感要放什么片子 我们有老师也是教学生 好像想不出方法了 但是一心为他好 晚上就做梦了 就梦到跟这个学生相关的情况 就让他原来是这样 有灵感 不只孝涕之志可以通于神明 你一心利益对方都可以通于神明 真心可以通于神明 无所不通 那这个老师本身的行为就是深教了 你在尊重你在关爱孩子 这个就是深教了 那跟他们的言语又很亲切柔和 不能 不能 不能召集 你看领导一直催他要做什么 要做出成绩来 你的顶住 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当领导的人 不要 越忙越忙 不要干亚苗助长的事情了 然后刚刚这个 这个牛老师 他也是教学几年了 他说每一个孩子的改变 都不是一下子的 这叫普代众生受苦的 要有耐心陪伴这些孩子 其实青少年的孩子 你真正真心关心他 他会把他人生的这些 内心的痛苦会告诉老师的 你就觉得其实这个时代的青少年 他们也挺难的 好 这个谢谢牛老师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刚才法师呢 有问到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让我们来问我们 这个关于菩萨四德 第一呢 就是随缘妙用无方德 第二是威仪助持有则德 第三是柔和之职摄生德 第四是普代众生受苦德 那么刚才呢 在听师傅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 以及呢 看到诸位学长为大家制作的这个 视频的过程中呢 千禁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师傅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 首先千禁认为 您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菩萨四德 把这四德落实到我们生活中去 特别是您一再讲的学员 妙用 无方德 是希望我们无论是在教育者 首先自我教育的过程 还是对孩子 试教的过程中 都能够学员妙用 都能够做到柔和 制止 没有一定的方法 是要放下对一些法的执着 放下我们一直以来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所犯的一些错误 所以这个呢 是千禁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那么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千禁呢 也愿意以此四德 作为自己 未来 向师傅修学 自我激励和警测的一个 一个方向 也请师傅监督指导 阿弥陀佛 好 谢谢 刘老师 谢谢大家 这个 刚刚陈德问菩萨士德 其实是 跟大家共同 要劝勉 就是我们解根行 要相应 因为这个菩萨士德 我们一直在提 假如 我们 没有把它用了 那对 这个菩萨士德 体会就没有办法 深入下去了 所以我这个色问 也是在提醒 我们共同要注重这个 不然一直强调了 因为我们有去做 一定会有所领悟 我 主要是这个意思而已 那 真的 现在的心情 确实是非常惭愧 做得很不好 但是大家都还是很信任 支持 确实是感恩 这个一路来 大家的信任 也让自己有一种力量 也不敢懈怠 但毕竟 但毕竟呢 刚刚 陈德还跟大家探讨 一个重点 名义 福也 所以 自己的实德 差远 这个赞叹都这么高 所以 我的真棒计划 可能 这个 又退回去了 我现在吓得有一点 马上瘦了一两过去 真是不好意思 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跟着老和尚 善知识者是大姻缘 所谓化岛令德见佛 我们跟随他老人家这个名师 我们这一身成佛的姻缘 很成熟 所以大家一起 携手 并静 善有为一 陈德所讲所作 跟老和尚不相应 大家一定要互念我 要提醒我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